华教近日面临重大危机 柔佛巴西古当区内 134名华小教师调职事件为凭 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却再次爆出惊人消息 内陆税收局向该基金会追讨超过 8300万令吉的税款和罚款 引发华社强烈反应 马华与民政党对此事展开严厉抨击 据悉 内陆税收局已撤销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 自2003年起享有的免税地位 并重新审查基金会过去6年的账目 税收局以未能及时报税为由 除以最高45%的罚款 合计追讨8300万令吉 这一巨额追税令拉曼大学董事部高度紧张 认为这将严重影响校务运作 消息人士透露 基金会已于今年6月致函首相安华 要求重新核定基金会的免税地位 并取消这笔巨额税款及罚金 但至今未获回应 消息还指出 不仅拉曼大学 多个慈善机构 民办医院 非政府组织甚至宗教团体 也面临类似的追税问题 令这些组织深感不满 也有传闻指政府此举 是为应对财政赤字而采取的强硬措施 马清总秘书苏一方强烈要求政府交代 内陆税收局究竟何时即为何撤销 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免税地位 他质疑 作为一所非盈利的大专教育机构 优大一直秉持为广大学子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宗旨 但却遭到政府无理追税 令人费解 苏一方强调 西蒙首次执政时 曾撤销拉曼理工大学的行政拨款 而这场风波至今仍未平息 为何西蒙没有吸取教训 如今又对优大采取类似行动 我们常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 然而现今的政府 却对教育机构开刀 甚至向一所未社会贡献良多的大学 无理追讨巨额税款 他进一步指出 政府一方面提出取消富人教育津贴 另一方面 却向主要为中产阶级 及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服务的 非盈利大学开刀 行为无异于发穷恶就砍教育 苏一方也要求政府澄清 这一决定是否经过内阁讨论和批准 以及行动党部长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违和 他呼吁政府立即撤回这一毫无理据的决定 恢复拉曼大学基金会的免税地位 苏一方强调 教育应回归其本质 不能一再被当作政治打压的工具 牺牲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利益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刘华财呼吁团结政府 无论面对多大的财政压力 也不应随意向民办大学和慈善组织征税 他批评 这种行为如同杀鸡取卵 不仅打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也损害政府形象 刘华财指出 政府刚刚在今年3月 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 移交4000万令吉拨款 与拉曼理工大学 随后却又向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 追讨高达8300万令吉的税款和罚款 其操作让人费解 他提醒政府 向涉嫌逃税的企业或机构追税固然合理 但向民办大学和慈善组织征税 却是不妥当的举措 他说 政府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增加收入 而不是将矛头指向这些公益组织 刘华财特别提到 民政党也有宏愿大学 深知办学的艰辛 因此 对于拉曼大学基金会突然被追税 他深感无奈和同情 他还是疑 除了拉曼大学基金会 还有多少慈善组织 面临同样的命运 他警告 这种风气不可长 政府应立即停止 向这些机构追税 他担心 这次税务风波会再次出现同样的情况 政府可能会最终自圆其说 表面上顺从民意 实则背后隐藏其他议程 这让人不得不对团结政府的真正动机产生疑虑 面对外界的强烈抨击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今日澄清 内陆税收局追讨8300万令吉税款及罚款的对象是拉曼大学 而非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 林慧英通过文告指出 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自2003年7月1日起 以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 6条文享有免税地位 该地位从未被撤销 而拉曼大学与基金会为独立的两个机构 拉曼大学并未申请免税 根据内陆税收局的资料 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收入是免税的 但拉曼大学本身并不享有免税优惠 林慧英也证实 拉曼大学已向财政部提出上诉 寻求豁免内陆税收局追讨的 8300万令吉税款合罚金 针对方间流传政府通过向拉曼大学征税来增加收入 林慧英表示 内陆税收局已否认此事 并保证并无推出新税务政策 所有处理均依照现有政策和准则进行 包括对免税地位的相关规定 行动党柔佛州州委乌成豪严厉批评巴西古当区11所华小134名资深教师被临时调动的决定 认为这一举措不符合教育局以学生教育素质为优先的原则 并要求立即冻结该决定并展开调查 乌成豪指出 这一决定既不符合教育局一贯的做法 也违反了相关条例 为此 他呼吁柔佛州教育局立即对做出该决定的县级教育局官员展开纪律调查 他强调 团结政府致力于改革教育体系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需要一批愿意遵守指示的官员配合 他还指出 这样的临时调动措施严重打击了家长对教育体系的信心 家长是纳税人 也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 公务员在执行任务时 必须优先考虑维护人民和学生的教育素质 而不是沦为任何政治人物的工具 针对此事 柔州教育及新闻委员会主席阿兹南表示 他正等待柔州教育局向他提成资料 待获取确切资料后 他才会对外发表谈话 阿兹南是被寻集有关事件的进展时 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 若获得确切的资料后 他将联络和回应媒体记者 土团党将于下个月进行党选 今日正式公开竞选名单 其中 现任主席丹斯里 慕尤丁与总秘书韩沙在努丁英无人竞逐 自动连任党内重要职务 此外 副主席之争则相对激烈 共有六位候选人 竞逐三个空缺职位 令人关注的是 尽管慕尤丁曾提议 让原任最高理事阿兹敏担任土团总秘书 但阿兹敏此次并未参与竞选任何党内高级职位 普团党选举委员会 副主席塞夫阿德利指出 虽然慕尤丁和韩沙在努丁 已确定自动当选 但党选正式结果 仍需等到区部大会结束后才能正式公布